英國軍方正考慮派遣部隊 前往烏克蘭 俄烏戰場是否會出現重大轉變 西方與烏克蘭是否正在策劃 讓北約的部隊正式進入烏克蘭 相關的分析 我們來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歐亞研究所副所長陳宇的解讀 應該說現在俄烏戰場上 特別在烏東地區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這樣一個態勢 就是說俄羅斯在烏東戰場上 佔據著越來越明顯的 這樣的優勢 那麼由於它自身人力的短缺 那麼一級彈藥的短缺 防空力量 以及其他一些武器裝備的缺乏 那麼烏克蘭實際上在戰場上 比較難以阻擋 俄羅斯在前線緩慢 但是持續的這樣一種推進 那麼有一些觀點認為 俄羅斯正在接近在戰場上的一種突破 特別是突破烏克蘭 此前在烏東佈置的一個防線 那麼如果發生這樣的一種情況的話 就會導致俄武戰場形勢的一個 根本性的實質性的這樣一個變化 那麼在這個大的戰場 趨勢的背景之下 實際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這樣一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就是現在西方 對俄武戰場的介入力度 正在不斷地上升 那麼西方也不願意接受俄羅斯在戰場上突破 那麼導致俄羅斯在戰場上實質性的 這樣一個獲勝的這樣一種狀況 所以不斷地給烏克蘭提供更多更先進的 這個武器的裝備 那麼包括澤連斯基本人 也是在準備要訪歐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向歐洲領導人爭取更多的這樣一個支持 同時我們也看到烏克蘭方面通過了這個法案 允許一些外籍人士來擔任軍官 當然我認為這個法案本身 可能不是說西方就會直接地下場 來跟烏克蘭一起 那麼來作戰派兵 到烏克蘭作戰 可能更多的是一個烏克蘭 要吸引一些西方的一些雇佣兵 來參戰的這樣的一個信號 那麼讓他們發揮更多作用的這樣的一個信號 但是無論怎麼說 西方對俄武戰場的介入力度確實是在上升 那麼這樣實際上加大了 俄武戰場失控的這樣一個風險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其實一些歐洲國家 也是在擔心俄羅斯在戰場上的突破 那麼導致未來俄烏之間 那麼缺乏一個妥協的餘地 所以現在確實有一些西方的領導人 根據一些媒體的報導 那麼正在和烏克蘭討論一些 關於俄烏之間的這種某種和平的方案 那麼通過某種妥協的方式 那麼爭取在俄羅斯 不獲得全面勝利的情況下 那麼實現某種意義上的停戰或者和平 我想這可能是俄烏戰場 現在俄軍戰局優勢的情況下 所產現出來的兩種趨勢性的變化